卫福部国民健康署23号 携手环境保护署及通过健康低碳医院认证的三家医院代表 展现近八年来推动气候智慧医院的成果 国健署署长王英伟表示 医疗院所大量的医疗设备与24小时全年无休的工作场域 用电量相当惊人 已成最高耗能的产业之一 为此国健署早于2010年就邀请台湾128家医院 响应减碳旧地球医界做先锋 以台湾医院为例 就是以透光性极佳的健身中心来节省灯光的使用 并采取更严格健康的低盐高鲜饮食 因此不仅在2011年通过碳足迹认证 四年来也已省下39万度的电 相当于贡献了两座大岸森林公园 所以台湾医院在2012年 除了全球第一家医院通过ISO501 在2015年我们得到国际的一个奖项 就是环境友善最佳的团队奖 2016年我们也得到台湾企业永续奖的金奖 此外大岭茨基医院也以全院周边铺设透水连锁砖及雨水回收系统等等 达成30%的水资源回收率 一年省水量达88,000吨 根据国建署统计 截至去年为止 台湾低碳医院已从当初响应的128家 成长到163家医学中心及区医院 今年还有100多家地区医院将加入这项计划 预计今年底极渴望冲破200家健康低碳医院 就让我们电台记者郑祥云 吴立军在台北采访报道